11月19日,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,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关林郑月娥的提名和建议,国务院决定任命邓炳强为香港警务处处长,免去卢伟聪的警务处处长职务。卢伟聪于11月18日正式退休。 11月19日早上,邓炳强在接任后首次媒体记者会上表示,接任警务处处长是他毕生荣幸。在未来的日子里,他会支持香港警察继续执法,希望香港治安能尽快恢复平静。 网顾香港的法治,冲击法治,到处纵火,到处堵路,到处为市民, 是袭击市民和袭击警务人员,其实这一刻我心情是很哀伤的, 我唯有在我现在这个公祖岗里面继续去承担,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, 首先保护好我的同事,支持我的同事继续去执法, 也都希望暴力的人士不要再用暴力了,我也都希望社会可以继续支持我们的工作, 希望香港的治安能够尽快恢复平静。 据了解,今年54岁的邓炳强,1987年与香港中文大学设公系毕业后加入警队, 持有工商管理硕士、国际安全及策略硕士等学位资格。 曾到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、国家行政学院、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、 英国皇家国防研究学院等海内外多所学院授讯, 2018年获香港特区政府委任为香港警务处副处长。 记者一注意到,19日,引用了20年的警队口号, 服务为本,精益求精,改为忠诚勇意,心系社会。 香港警务处网站,警总记者式的都已经换上了新口号。 中文大学者、国家人、党在等待稿 Saud喻、 福吉他国家 siempre冲航有空之一、 阻止文在消防啊很好 Pork